这是你四月必看的霸权心翻 天生一同的吊车尾意外 发现自己转学后竟然逆袭成了英雄 但离谱的是 他靠的却是一身打架本领 只因这是个民风淳朴的城镇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各种不良斗殴事件 而巧合的是男主虽然其他的方面都不突出 但偏偏点满了格斗天赋 为了成为站在生物链的最强者 管你对手是一个还是一群人 在男主的字典里就没怕死这个字 而男主每次与闹市的混混战斗 还会得到乡亲们传来的信念之力 这种堪比偶像一样的追捧待遇 让男主不禁怀疑自己以前的世界都是虚假的 原来在来到这之前 男主每天的生活可谓是如履薄冰 只是因为天生双发色和一同的缘故 就被周围人当作异类 不仅遭到同学们歧视 就连双亲也是把他视为温审 恨不得让男主一直待在学校 然而学校一旦发生类似小偷的事件 男主也不出意外成了首要怀疑对象 起初他也曾尝试低声下气融入班级 可却换来的是欺负 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 将霸凌自己的同学打得不省人事 至此没有学校敢要他 男主只得被迫转学到一个偏僻的城镇 现在的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与其想法设法讨好别人 不如靠拳头成为谁也不敢欺负的强者 这天他在熟悉城镇闲逛时 不曾想碰到几个混混在调戏一个少女 黄毛仗着人多就要强行动手动脚 然而这一幕却是让男主不爽了 在他眼中黄毛明明很弱 可却自以为自己很强 做着让人做偶的事 见好事被打断 黄毛对着男主就是一拳 殊不知下一秒倒下的却是自己 就在男主完成英雄救美后帅气离开时 少女秦夜才反应过来 立马上前表达感谢 确认对方是在向自己感谢后 从未跟异性说过话的男主瞬间不知所措 随后为了报答男主出手相助 秦夜表示要请吃饭 男主虽然口头说着不饿 但随着蛋包饭端上来很快就真香了 经过一番交流得知 原来秦夜是一家饭店的老板娘 而这座城镇因为治安不好 不时就会发生什么帮派打架 这时秦夜突然凑到面前 他想确认男主是不是带了美童 不曾想竞争的是罕见天生的 但此举却是让男主坐不住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女生离这么近 他下意识就认为是想干假 毕竟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把男主当成一类避而远之 但秦夜却表示自己在这里待久了 早就见过不少牛马玩意了 并不会因为外貌就决定一个人 接着男主说起了自己来风铃高中的目的 据说这个高中的学生都是成绩吊车尾 每天要么打架 要么搞派系争斗 而在这种地方当上最强就是男主的目标 既然成为不了三好学生 倒不如在吊车尾当个老大玩玩 但秦夜却是一眼看穿了男主内心的小九九 尽管表面说着要成为最强人渣 可不管是刚刚将他从混混手中救出 还是提醒老爷爷忘带东西 秦夜十分明白男主肯定有什么不好的过往才会这样 但不管怎样他都觉得男主来风铃高中时来对了 但同时又泼了一盆冷水 那就是以男主现在的状态 根本无法爬到风铃高中的顶点 而原因也很简单 怀揣着好奇男主本打算先去学校看看 怎料刚才的黄毛混混召集了一群小弟正在城镇四处破坏 他们拦在男主面前明显是想找回场子 可此时的男主根本不想搭理他们 可黄毛却不知死活 精准猜中了男主雷驱 在男主爆表的战力下 混混们一时间被打得节节败退 然而一个老六却是把外出查看动静的秦夜直接抓为了人质 在混混眼中这就是对付风铃高中学生的最好办法 殊不知男主身为新生可不在意这里 迅速上前一脚将秦夜救下 很快被打几眼的混混蜂拥而上 想凭借人海战术取胜 然而男主却是早就看清了他们攻击路数 但由于还要护住身后的秦夜 一个混混瞅准时机捡起匕首给男主来了一刀 眼看下秒就要被棒球棍砸中 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传来 而是一个穿着风铃高中制服的男人挡在了前面 听到男人熟悉的声音 秦夜瞬间如释重负 只见动随手制服混混够夺过棒球棍 接着就硬生生靠蛮力将气折弯 质问混混竟然敢在城镇挥舞这玩意 那就该做好被暴打的觉悟 看着混混的人数 其中风铃的艺人不禁感叹 早知道这样就只派两个人来就行了 很快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新来的风铃四人各个战力不凡 轻松就能以一敌多 而这时让男主彻底疑惑的一幕出现了 众多乡亲纷纷为风铃加油助威 这时秦夜为男主解释道 一切还得从两年半前说起 那时风铃高中的领导人在城镇立了一个 不能打人破坏物品的校规 本一是想学生不闹事 怎料因为治安问题却引发意外的结果 混混在城镇找茬时 风铃高中的学生都会以遵守校规的名义 对混混重拳出击 正因如此那群被称为不良的学生 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城镇的守护神 在相亲父老中深受爱戴 得知真相男主的世界观彻底颠覆 他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打架不仅不会遭到讨厌 还会被人当作英雄关怀 对待这种好事 男主实在想不到拒绝的理由 就此一个只会打架的吊车尾 逆袭为英雄的道路正式开启 这绝对是你四月必看的热血动漫 男主只因长着半黑半白的头发 外加一只一瞳 便从小沦为了所有人嘲笑的对象 于是他干脆破罐子破摔 准备以人人喊打的坏蛋身份 加入当地最坏的不良高中 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这所高中的不良少年 竟然是当地居民的保护神 只要你敢穿着校服在街上溜达 那么不出两分蛋就会被周围的街坊 塞满各式各样的礼物 虽然男主准备当一个 将邪恶贯彻到底的坏蛋 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 却每天都在顶着一张臭脸 做好人好事呢 今天他才刚把一个 伸手矫健的老奶奶背到饭店 结果就被老奶奶给整破房了 毕竟他可是马上就要 称霸风铃高中的人 如果每天都这样背老人家的话 岂不是太没面子 但老奶奶就是不听 还一个劲地夸他 直接就把男主这个傲娇给整不回了 为了掩饰害羞 他只能想方设法地 躲开小姐姐的视线 毕竟小姐姐也是过来人 所以他并不打算拆穿男主的小心思 然而就在这时 饭店却突然来了一个 戴着眼镜的奇怪家伙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看着眼前这个连衣服掉牌 都没拆的二愣子 男主只能好心提醒他 不要表现得这么傻 然而更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这货竟然也和自己一样 是风铃的一年级新生 而黄毛这才发现 男主是一个外地人 可男主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结果黄毛就研究起了他的头发 原来黄毛的名字叫邱燕 虽然打架方面是一个外行 但他却有一个专门记录 各种强者的小本子 因为男主的特征不在上面 邱燕一度以为男主是来混日子的 要知道风铃刀中的防风铃 可是为了守护城镇的守护神 所以像他这种和小镇没关系的外人 究竟是为了什么 非要跑来风铃念书呢 听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男主并没有打算做出任何解释 而是淡淡地说了句 自己一定会爬上风铃的顶点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邱燕当成了脑子不好的家伙 听到这里的男主当场欺诈 准备马上拉着邱燕去外面打一架 结果邱燕完全把他的话当成耳边疯 自顾自地和店员小姐姐打声招呼就离开了 去学校报到的路上 男主越想刚才的事情越生气 可就在他计划着怎么收拾一顿这小子时 却突然被卖面包的小哥拦住 因为昨天男主帮他们赶走了捣乱的家伙 所以为了感谢男主的帮忙 他们特意准备了店里最好吃的面包 男主本以为这是偶然 可却没想到整条街的邻居都对他特别热情 结果等他反应过来时 街坊们送的礼物甚至已经连包都报不下了 然而就在男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却又突然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拽住了胳膊 原来此时的邱燕正在被一群人围殴 因为邱燕阻止了他们找女孩的麻烦 所以这群人把怨气全部撒在了邱燕身上 尽管邱燕是一个不会打架的弱鸡 但既然穿上了风鸣高中的校服 他就绝不允许任何人瞧不起防风鸣 邱燕软绵绵地抵抗 让带头的大哥对他简直是不屑一顾 在简单修理了邱燕之后 就准备带着手下离去 不曾想看似软弱无能的弱鸡 邱燕却再次死死抱住这群人的老大 并喊出了防风鸣的口号 对此 带头大哥瞬间暴怒直拉满 对着邱燕就是更加粗暴的输出 见大哥被踢飞 群情激愤的小弟大声质问男主 你也是风鸣的吗 就凭你一人也敢来救同伴 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幕 邱燕这才明白 男主的爬上顶点或许真不是在吹牛 然而一想到自己这副模样 不争气的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地流 可男主不仅没有嘲笑他 反而还低声细语地说起了安慰的话 就这样邱燕彻底变成了男主的小谜弟 也成为了男主交道的第一个朋友 而且幸运的是 同为新生的他们还分到了同一个班级 可很快邱燕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在名单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因为那人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所以他们在去教室的路上 邱燕都一直在叮嘱男主一定要低调做人 毕竟再怎么说多一事也不如少一事 可殊不知就在邱燕滔滔不绝的时候 男主已经率先一步提前做起了热身运动 男主的话让一心想保护他的邱燕 瞬间呆在原地 而男主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了教室门口 然而看着教室里众人的穿着打扮 男主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有一点点的兴奋 也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眼罩的男人向他打起了招呼 邱燕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黑色的眼罩流苏的耳环 简直和小本门上写得一模一样 眼罩男就是鼎鼎有名的苏芳 不过和传闻有些不同 因为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中二病晚期患者 然而就在这时 眼罩男的表情却突然严肃了起来 而且还表示有重要的是要对男主说 眼看氛围越来越奇怪 男主也顺势做好了干架的准备 可殊不知下一秒 眼罩男就变成了男主的小谜底 不仅一个劲地向其他人夸着男主 而且还把男主昨天单挑一群人的 辉煌战绩讲给了所有同学听 结果这不说还好 一说所有人都为了上爱 因为大家早就想认识认识他这个 还没开学就已经在这条街远近闻名的外地人了 然而就在这时 却突然不知道从哪飞来一个板凳 很明显这是有人在挑事 大家全部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门外 邱燕拉住男主的衣衫 恳求着千万别和这个名叫山下金太郎的家伙过招 因为根据他小本本上的记载 这个山下恐怕是整个学校最恐怖的存在 在男主躲过山下强势的一击后 山下也对男主的伸手高看一眼 有这样的对手存在 才是男主的期望啊 仿风少年的最新一画究竟有多高呢 整部动漫最乖章的反派登场 一上来就暴揍自己的小弟 而那个站在风铃顶点的男人终于现身 没想到不仅头发是白的 就连阴色也是和2.5条同款的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男主刚来到教室就受到了一个长矛的挑衅 虽然男主很轻易就躲开了 但长矛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速度不仅比男主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要快许多 甚至还一度将男主逼到了绝境 然而就在这时广播的那头却突然有人讲起了话 而听着那熟悉的声音 此时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原来说话的不是别人正式风铃高中的老大 虽然打招呼的方式就像白痴一样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气氛居然一下就严肃了起来 原来老大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讲话 第一就是不希望看到同伴之间打架 第二则是让他们这些新生时刻 谨记防风铃的职责 既然穿上了这身校服 就必须好好担起守护城镇的义务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老大只是短短的几句话 就把所有新生的心团结了起来 难道爬上顶点就能拥有这样的影响力吗 想到这里男主越来越庆幸自己来对了学校 于是在眼障男的撮合下 男主与长矛暂时达成了和解 而他刚才的身手也同时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可对他来说这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因为头发半黑半白的远古 所以从小就被视为异类的他 根本就没有过被肯定的时候 紧接着所有新生又来到了操场集合 负责带他们的正好是昨天的那个男人 原来男人的名字叫登马 不仅是防风铃的骨干成员 并且还是被誉为四天王之一的队长级人物 而今天之所以要把他们这些新生叫来这里 为的就是带他们熟悉一遍日常 原来防风铃每天都会安排干部带队员巡逻 因为只要穿着这身制服走在路上 就能让很多小集团的坏蛋不敢靠近 所以这个习惯几乎已经变成了每日的必备行程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帮邻居处理一些脏活累活 虽然男主特别不情愿 但毕竟这也是走上顶点的道路之一 就这样一天下来 登马带着男主他们做了至少十几件好人好事 然而走着走着几人就来到了一个桥洞面前 原来这里就是集团之间的地盘交界线 而桥洞上画的老虎则代表着另一边的狮子头帘 是将力量视为绝对信仰的组织 听到力量两个字男主瞬间就提起了兴趣 然而就在这时桥洞的那边却突然跑来了一个人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登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三重的制服 难道是不知情的家伙越界了吗 眼看狮子头帘的家伙就要追上了 登马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虽然男主他们及时出手了 邱燕一脸的不可置信 男主和长矛竟然跑到对方的地盘上揍人 但两人怎么都没想到 狮子头帘的家伙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嘲笑起了被打晕的同伴 可就在男主思考着要不要教训一下这两个人扎实 却又突然走来了一个穿木鸡的人 木鸡男表示他看到穿同款刺绣衣服的人被干趴下了 所以过来看一下热闹 但登马对这个人太熟悉了 木鸡男正是狮子头帘的副总常识规条 毕竟这个懒洋洋的男人是敌对势力的二把手 所以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 登马只好在这时解释起了前因后果 可谁想这个男人不仅没有生气 甚至还一脸傻笑地和登马打起了招呼 恰巧这时刚才被踢飞昏过去的黄毛醒了过来 他极其嚣张地对着男主一顿语言输出 正吐沫星子漫天飞舞着 登马看着眼前快有进气没出气的黄毛的惨状 忍不住出声制止 看着眼前的一幕 男主甚至都已经懒得吐槽了 因为在他看来只会欺负弱小的家伙真的弱爆了 难道将力量视为绝对信仰的组织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然而面对男主的嘲讽四眼不仅没有生气 而且还招呼手下也不要放在心上 四眼表示男主说话太快 他完全听不懂 虽然四眼带着手下离开了 但殊不知事情却远还没有结束 登马这才告诉众人四眼不仅不像表面上那么好说话 而且还是一个有仇必报的狠人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了 于是登马便把众人带回了学校 准备将这件事报告给防风林的老大 可殊不知刚来到天台 众人就被眼前一幕给弄懵圈了 防风少年最新一集究竟有多高能 两股势力的人马下达了车轮战斗命令 在这里干架就是对话 拳头就是语言 而以绝对力量至上的副总长是规条 他心狠手辣的手段是有目共睹的 一言不合连自己人都卖似的 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狮子头连的总长托尔山更嚣张无比 他单枪匹马来到了风林地盘 并且走一路打一路 地上躺着全部是风林尸体 这种藐视一切的姿态顿时让楼上散发出无数个杀气 原来就在刚刚 风林新生来到了天台寻找湄公一 准备把事情缘由诉说一下 男主本以为对方是很冷酷无情的人 没想到湄公一却是个在天台种菜的选手 明明当时在广播传个声音就足以改变众人的气氛 但遇见真人却反差极大 被狮子头连毒打的高三生这次鼓足勇气诉说起经过 当时他巡逻城镇时看到有人偷商店东西 于是他便一路追逐对方 一不小心来到了狮子头连地盘 最终被他们毒打了一顿 好在男主和长发难救了他 而高三生很自责 现在成为了双方大战的导火线 但没工艺没有丝毫的怪责 反倒道谢他 对于他来说你做这些事也是为了守护城镇带来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交给我好了 但黄毛素说是男主补了一刀 因为他最后找石龟条是导致的结果 可男主忍不住了 他看不惯对方连自己同伴都打的做法 也就在这时没想到狮子头连的总长却一人来到了风铃地盘 可男主看到这么强的人他更兴奋了 于是所有人前往楼下去迎战 刚走到楼下 没工艺便让其他人原地待命 可不料男主不愿意 干架他必须取 结果 男主顿时猛了 梅工艺只是一句话 让自己腿脚不能前进半步 而嚣张无比的兔尔山抓着风铃人直面梅工艺 于是他便扔下了手中不知死活的人 因为他现在要和对方来场极致的单挑 但梅工艺并不想干架 虽然错在于风铃人进入到了狮子头连地盘 可你一路走来也打伤了那么多人 就算扯平了 可不料兔尔山并不是纯粹为了干架而来 因为他爬到了顶点后已经感到了寂寞 而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把风铃地盘也收复到自己手里 就在这时狮子头连大批人马却跟了过来 石规条认为你一个人来也太随便了 剑撞双方人马已经到了剑拔弩张时刻 可不料兔尔山他就要玩单挑 便让其他人退在一旁 然而石规条认为这根本不行 他手指前方 只见楼上风铃人散发出一股杀气 再看到这种情况 梅工艺立马让所有人别冲动 他最终同意和兔尔山单挑 本以为事情就此敲定 但没想到对方黄毛鄙视起了梅工艺太懦弱 而石规条打断了所有人对话 他认为今天太晚了 就算干架还是约到明早 不然也没办法看清楚对方如何被吊打 其实他指明道姓说着男主 兔尔山在看到手下和对方都有矛盾的情况下 那直接来场群架好了 于是兔尔山对手梅工艺 石规条和我们的男主 黄毛和长发男 而这个人选择了风铃的苏方 四天王之一的东也没打算参战 可下一秒 就这样所有人对手都安排到位 直到夜幕降临 他们来到了老板娘的饭店 准备享受最后惬意的时光 而梅工艺刚一进门 直接对着秦夜开始撒娇 并且拿出自己种的菜等成熟后送过来 苏方解释说这可是梅工一中一的人 男主顿时猛了 原来是他女朋友 但其实不是 他们是从小的青梅竹马 听到这些话后男主也放心了 隔天他们来到了双方交接的铁道口处 于是一众人直接走了过去 而对方也早已等待着 那么接下来双方的死斗就此展开 这是防风少年干架最激烈的一击 没想到山下留最长的头发却最能扛揍 而他反击起来下手更是如此狠 原来就在刚刚 风铃人马直接杀进狮子头帘的领地 而对方早已等待已久 本以为是五对五局面 就会在此地决斗时 可不料兔尔山率先带他们去别的场 此时的风铃人并没有什么怀疑 他们紧随其后 没多久时间 兔尔山把他们带到了狮子头帘的据点 风铃人刚一进门 就看到场内全部都是狮子头帘的人 看着台上人嚣张无比的态度 风铃人识去的并没有动怒 可不料下一秒身后 一群人竟然封锁了他们的回路 原来他们是想玩牢笼之战 意味着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必须死战到底 而梅公一却安慰大家不要有太大压力 毕竟自己和兔尔山才是重点 此时台上的兔尔山 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梅公一上台 但实规条阻止了这一行人 他认为哪有大将第一个出场的 也就在这时黄毛率先请求出战 他说什么都要第一个出场 因为他迫不及待想独打这个意志 给他臭脸的山下 于是二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前一后走到了台上 对于第一场的战斗 风铃人和狮子头连都胜券在握 而台上的黄毛看着山下 这副万恶的眼神让他很不爽 于是他看向台下的梅公一 可没想到黄毛竟然耍诈因了对方一搏 但也就是这个举动成功激怒了山下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仅仅一击而已 黄毛竟然就这样倒地不起 石龟条有明显的表情不自然 可托尔山却对山下刮目相看 然而出手如此狠辣的山下在走下台后 面对着梅公一却像个小迷地 而一旁的托尔山直接让手下人 把这个废物扔下去 在他们眼里输的人就该如此对待 只要是败了就永远抬不起头 还会被同伴再次羞辱 但可是男主看不下去了 直接指责这两人的做法 但苏芳让男主不用理会这些小龙了 可不料对方听到后就不爽了 结果下一秒 接下来该是第二场比赛 而苏芳直接呼喊对方的路爪 随着路爪的迎战狮子头连人再次燃起了斗志 路爪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限 要知道刚才黄毛的败笔正是他最好的伙伴 可没想到苏芳动用柔术轻松化解了对方的一拳 于是他便亮起自己的武术手 而此时的路爪也有点发慌了 对方竟然这么轻松躲过了自己一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打算用最快的出拳方式解决对方 然而这一次还是同样的被苏芳卸掉了自己力度 此时台上的狮子头连人已经愤怒 不断咒骂同伴还不起来继续战斗 可路爪却很清楚 不管自己是怎摇推怎么拉怎么抓 都被苏芳瞬间破解 迫于台上的压力 他不得已继续战斗 但这一切结局早已注定 听着台上人的呼喊 于是他便看向狮子头连的老大 尤其是看着一旁的石龟条 让他瞬间毛骨悚然 因为自己一旦输了 就会被心狠手辣的石龟条毒打致死 但可是看到苏芳的杀招后 路爪彻底失去了斗志 就在苏芳准备一击解决对方时 台下的石龟条已经看不下去了 便让路爪赶紧滚下来 别再丢人现眼了 味道是不疯的吗 仲可已是个仲子 煌